今天我在内蒙古的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 那这一次我只带了这样的一台 InstantCon RF70的拍立得相机 那我来试一下用这个相机来拍摄风光是怎么样一种体验 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个相机和一般的拍立得有一些显著的区别 那首先它就是一个可以伸缩式的一个皮枪的设计 那其次就是它的对焦是采用黄斑的一个机构 那这里是它的取景框 下面是它的黄斑对焦框 那最后一个就是它在拍摄完成之后 还需要通过这个锅片的拨杆 然后把这个片给它弹出来 所以这个整体设计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除了对焦和光圈是完全手动之外 RF70的快门速度也可以手动调节 可以说是自由度相当高的一台拍立得了 在光比柔和的情况下 自动测光也是比较靠谱的 当然只是拍摄风光的话并不能体现这台相机的大光圈优势 成片效果和其他宽幅拍立得并不会有太大区别 镜舞和人像才是它真正擅长的题材 在使用这个拍立得的过程中 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每换一盒新的相纸 它的第一个遮光片是不自动吐出的 我需要手动把它取出来 这样的后果就是每一盒第一张相纸 就是一定是曝光掉的 如果大家想入手的话 一定要考虑好这些可能存在的品控问题 这台拍立得的黄斑对焦 并没有莱卡斑的精准 反而更让我联想到之前 我那台黄斑上下不重合的科尼卡巧斯 好在对焦的些许偏移 在拍立得相纸上不会过于明显 胶内的锐度也体现出优秀的镜头素质 除去那些改装后背的中画幅相机 这台RF70或许是最有趣 最好玩的拍立得相机了